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甲跟你合作一個工程 X10可完成 我假設甲的工作數率是v1 已的工作數率v2 我假設全部的工作是1 1的話代表一件事情 一個工作 那這樣的話他說X10可完成 那就是說 這個v1 加上v2合作 乘以x10 等於1 全部的工作 好現在他說 比假讀作早8天完工了 好那也就是說 假讀作的話 需要幾天 需要x加8天 也就是說假v1 乘以多少呢 x加8 這個也是一件工作 比以讀作早18天 那以讀作的話 v2 乘以多少呢 早18天代表 比以少18天 假也合作 假也合作是x10 所以以讀作的話需要x加上18天 這等於1 好那他現在問說 假讀作幾天可以完成 就是問這個 假讀作的話 這是一件工作 這是一件工作 這是他工作數率 就是一天做工作的幾分之幾 好那我們現在 要把 x 跟那個v2解出來 現在就只要把v1解出來 那現在的話呢 怎麼做 我們做好 我們就把什麼呢 把那個 把v1跟v2代掉好了 v1 v1是等於 x加8 分之1 v2是 x加18分之1 帶進來 解x 所以就是說 x加8分之1 加x加18分之1 他乘x 這等於1 那我現在給他同分 就是 x加8 x加18 他分多少呢 2x加上多少 26 他乘x 他乘x 這等於1 那也就是說 他把他乘起來 就2x平方 加上26x 等於多少呢 把他展開 s平方 加 26x 8x加18x 再加多少 是8乘以8 8x8 64x6 144 好那這樣子的話 把他移過去 s平方 這可以消掉 太好了 就等於多少呢 144 也就x是等於12 甲科以合作的話 需要12天 10天 好那這樣子的話呢 那這個 我把他除過來了 v分之1等多少呢 這等於x加8 x現在算出來是12天 加8天 所以 需要20天 假讀作需要20天 才能完成 比特首 下車 小車 分之1 但是 不óng 至於